学的会,用得着的加冬菜 朋友们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健康又好吃的会三鲜 首先鱿鱼去掉皮之后切花刀 花刀要在鱿鱼里面的这一面来切 第一刀刀面倾斜45度 然后再来切第二刀,第二刀切纸刀 慢慢的来切,不要把鱿鱼切断了 锅中烧水 加料酒 水开后下入鱿鱼 打卷了之后再煮个20秒就捞出备用 接着把安全蛋煮熟 温水下锅 用小火煮个五六分钟就可以了 捞出后,互相撞击,把蛋壳敲碎 再放到清水中剥壳 再打入两个鸡蛋,把蛋液搅散 锅烧热之后倒少许的食用油 然后我们来摊个蛋皮 蛋皮摊好了之后取出,放到枕板上 切成小块 再准备一点泡发好的木耳 最后把生姜切片 小葱切成长段就可以制作了 锅中再次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下入姜片和葱白炒香 然后下入鱿鱼卷 按成蛋和木耳,稍微煸炒一下 煸炒片刻,再凉一料酒的生姜 然后炒匀 接着加入一碗清水 调味加白糖提鲜 加一点蚝油 再加点番茄酱 既珍色,有份味 又不用再加了 然后下入蛋皮炒匀 再加点番茄酱 盖上锅盖 用小火焖上5分钟 最后切开盖 拧入水淀粉勾个芡 把芡汁出笼 再加入剩下的葱叶段 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既鲜美又健康的惠三鲜就做好了 是不是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了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 有机会就做给家人朋友 尝一尝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